心理的重建需要时间 但人民对国家的信任的重建 也需要漫长的考验 您或许也还记得 2010年1月 加勒比海地区的岛国 海地发生大地震 首都太子港市 几乎全市都被震垮 最显著的地标 就是这座海地的总统府 不论从海地国内人民的角度 或是国际社会的评估 都会把这一座建筑 视为海地重建的指标 就看总统府何时可以完成重建 不过已经过了四年 当法国表示 愿意出钱协助海地重建总统府 海地却决定 要整座总统府受损严重的部分 全部打掉来重盖 您现在看到这张照片 是2012年拍到爆破主建筑之后 整个总统府毁损的情况 不过两年过去 这栋总统府 其实到现在还没有盖回来 这座当年太子港重要的地标 依然是这副模样 海地目前的确遇到的 就是这样的问题 政府一开始展现破例 说老旧受损的房屋 在这次既然坏了 全部都拆掉 打掉重盖 但是原本住在房子里面的人 该到哪里去呢 政府说不能急 重建计划是十年的计划 结果人民就是只能这样 继续在瓦力堆中求生 一砖一瓦 悄悄打打 能靠自己的力量 想要自己把印象中的 地震前的房屋的家的模样 盖回来 不过其实大部分的人 尤其地震前是跟人租房子的人 现在其实只能住在帐篷里 这个情况其实跟部分 台湾原住民族在921地震之后 所遇到的情况是非常类似的 租房子的原住民族人 在屋主的房子被震毁之后 无处隔去 现在只能住在帐篷里 一直住到现在都还是 或者也只能继续漫无目的的等待 海地的人民不知如何重建 经济跟产业 也不知道可以如何重建 对政府的信任 这里是海地的首都太子港 2010年1月 一场七级地震 让太子港几乎全毁 地震已经过了四年半 迟到现在 这样的废墟仍然四处可建 重建计划和工程进度缓慢 市区也可以看到重建蓝图 和一些建筑物的雏形 不过太子港充满雄心壮志的 重建愿景 现在却让更多人无家可归 让许多原本还有房子住的人 更加愤怒 今年6月 为了要建造所谓的新行政中心城市 开始大规模拆迁建筑 却只给贫穷的租户 非常短的时间收拾搬离 推土机就直接开到门前 一些新的建筑物都已经在建设 而其他地区却还只是瓦砾堆 和半拆毁的家园 这位穿着红色衣服的男性 向记者指出原本的家园所在地 他的首所指向的地方 就是在大地震之前所租的房子 在2010年地震过后 房子被震毁 这位男性就一直住在一个帐篷里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他这几年来的弃生之地 被夷为平地 因为政府说 干脆就把旧房子拆掉 要改新的建设 政府官员也承认 要拆迁民众 事前的沟通 其实的确可以做得更好 负责公共建筑的单位估计 至少需要十年的时间 建设计划才能如期实现 这是一个很短的过程 这是一个很短的过程 我们只有在城市的办公室 我们说是差不多10年 对,大概10年 摊开城市的重建计划蓝图 整齐的街道市容 将会有宽广且时尚的大道 现代化的政府部会建筑 这样的愿景 让当地居民津津乐道 认为这会是太子港 劫后重申的重要地标 不过进度如此缓慢 究竟还要等多久 这样的规划 是不是太不切实际 不,我认为是实际 我们可以做的 因为我们只需要钱 然后开始做的 如果你看到建筑的 在现在的工程中 你会看到这不是一样的事 我们想要更改建 目前大部分的重建工作资金来源 都是贷款减免基金 和委内瑞拉与加勒比海 许多国家的石油合作计划资金 海地当局拒绝回应 重建所需的预估总额 不过,第一阶段的建设费用 预计将会花费1.5亿美金 大约是45亿台币 记者读戏,林伯红编译